蔡英文正式宣布不承认九二共识 蔡英文说道 国人同胞 各位媒体朋友 中国发表了所谓40周年纪念谈话 提出了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等内容 身为总统 我要说明我的立场 必须正种说明我们没有接受九二共识 因为九二共识等于一中 我重申不接受一国两制 绝大多数也坚决反对 其次 我们愿意坐下来谈 但必须接受人民的授权和监督 必须政府对政府 没有任何人 任何团体可以代表台湾进行政治协商 中国必须正视台湾存在的事实 而不是分化利用方式 必须用和平对等 而不是打压威胁 必须政府授权公权力机构才能协商 其他都不可以 这就是台湾的立场 我们愿意在在此基础上进行健康的交流 需要三个防护网 两岸经贸应该是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但反对另有台湾人才和资本的经济统战 巩固台湾优先的经济路线 不挑衅但是坚持原则 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格局和责任 国际社会也在看中国能否改变 四个必须是最根本的基础 所谓的心灵计和 建立在彼此的相互尊重和理解 物质为了人民不止 施压台湾不会带来心灵计和 买走邦交国也不会 军事让台更不会 九个一步代表人民放弃主权 希望中国踏出民主的脚步 蔡英文亲自主持记者会 明确拒绝一国两制 并将九二共识 与一国两制等同起来 一并表达拒绝之意 然而 这种政治操作毕竟只能在内部发挥效力 其功用也只能体现在选举层面 到了两岸场合 强大的后座力恐怕就不是蔡英文所能承受 针对中国大陆让开蔡政府 直接面向台湾各界人士呼吁协商的做法 蔡英文当然深深感受到危机 所以她在元旦讲话中就特别强调 只能由政府和政府授权的公权力机构来谈 后续民进党发布的新闻 也同样强调台湾有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民选政府 任何政党跟社团都不能愉悦取代政府的角色与立场 但蔡英文的强硬抗拒态度 以及后续一系列对外宣誓拒绝一国两制的操作方式 等于彻底放弃了两岸官方和解的机会 蔡英文和民进党基于选举考量来对习近平讲话所作 出的弯曲解读 立刻引起大陆国台办的点名抨击 指责其顽固坚持两国论的政治本质 并将蔡政府定义为两岸冲突的制造者 台海和平的破坏者 台湾人民利益的加害者 国台办在用词上的激烈程度堪称蔡英文上台以来之罪 更重要的是大陆从此打破不点名批评蔡英文的做法 等于彻底放弃了对蔡英文的一切幻想 两岸恢复交流以来 台湾拱接力过四任总统 除马英九以外 李登辉、陈水扁都经历过 大陆点名批判的过程 如今蔡英文也得到相同的对待 显示大陆对蔡英文的不满 当前两岸关系的情势早已经飞溪比 过去离贬时期 大陆就算对两人不满 也只停留在文公武下阶段 最严厉的做法莫过于大陆官方媒体以社论或评论员 文章的方式点名痛批 但也难以吃加实质制裁 但现在大陆可以制裁蔡政府的政策手段也更加多元 后续蔡政府势必要面对更为激烈的两岸对抗局面 再多说几句 后面的很多感想八字被捕 人是社会人 在任何一个时代 我们都不是独立存在个体 我们不能脱离历史 脱离现实而存在 我们的现实就是家庭 社会和国家 台湾当前局面之所以乱 就是因为在台湾政客构造和误导下 台湾近些年与国家民族大家庭脱节了 没跟上国家民族复兴节奏 才会陷入迷茫 在道路选择上 我们一定走对 无论国家 团体后个人 都是如此 走什么路扛什么棋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 家庭 企业 组织乃至国家的未来命运 因此 我们做每件事都要基于初心 想得对炉做得对头 方的始终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是实践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体现了海纳百川 又容乃大的中华智慧 既充分考虑台湾建设情况 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 习近平表示 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析问题 是影响两岸关系扛稳至远的总根子 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两岸双方应该本着对民族 对后世负责的态度 凝聚智慧 发挥创意 聚同化意 争取早日解决政治对立 实现台海持久和平 达成国家统一愿景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在祥和 安宁 繁荣 尊严的共同家园中 生活成长 今天这个话题 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请点下关注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请订阅 欢迎订阅 谢谢观看